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王玩具開箱,我是Jacky 這次呢我們來介紹其實出一陣子的 黑漆漆的NK4 好,那這隻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身上有 夜光 那就是像之前公布的黑豹一樣 身上有一些條紋 藉由紫外線去照的 或是紫外光去照的話 它會發亮 那不過呢 這一個並不是像黑豹那個 有附一個發亮的地台喔 所以一般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因為你一般人並不會有紫外線的燈 那你買的這隻 為了要讓它發亮去買紫外線的燈 再來把它照亮有點 本末導致,再加上其實紫外線的燈 必須在晚上才看得到 就是關燈的狀態下,你開燈呢 基本上也非常不明顯 好,所以呢,還不如就是 塗夜光劑就好了,就是往上按掉的時候 它自己會發亮,不是更好嗎 為什麼要多此一舉,藉由就是 塗螢光劑來紫外線去照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整隻可動其實 就是跟NK4一模一樣喔 所以沒什麼好特別介紹 NK4我們也介紹過了,所以我們介紹它的特色 那在 它所附的配件呢,其實跟NK4相較起來 就是相對的少 就是 手的砲,手砲方便 這邊有兩組可以替換 就是左手跟右手,那也沒有附頭雕 然後再來呢,有附了一個手 就是插光束鍵的 好,這是 光束鍵你可以 插在上面,其實它應該不是叫 光束鍵啦,因為光束鍵就是鋼彈 才叫光束鍵啦 它應該就是他們自己的那個 砲吧 那 這個插光束鍵的呢 它是有分方向嗎?突然插不進去 對 好,那你就可以看到 這是插上去光束鍵的 效果,那 只要是有圖那個 有點像藍綠色的那個地方 基本上都有支援就是 呃 紫光去照它喔,那不過你要有 紫光的裝置,那這邊有一個小小的 紫光裝置就是這個 這個呢 大家之前第四台都會看到有沒有 就是瞬間光照的那個膠嘛 其實就是光固化的 的一個材料,那你可以拿來 當作是連膠,然後用這個紫外光 照的時候那個光固的膠才會硬 如果沒有照光固膠是軟的 好,那所以我有這個燈來模擬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效果 所以我先把燈關掉 好,燈關掉的狀態下應該是全黑的 大家什麼都看不到,那我們把紫外線打開 那打開之後你去照它,你就可以看到 好,照亮的地方就 就會亮了,這樣好像有點開亮 然後看不到,稍微 稍微亮一點點 好,那你去照它呢,你就可以看到 紫外線的光,然後包含手 那那個光束鍵是沒有亮的 然後地台上面也有一些 紫外線的塗裝,包含那個盒子上面 你可以看到我去照盒子的時候 也有紫外線的塗裝 那不過我個人真的覺得這 是算是有點雞肋的一個 東西啦 就是有點 過度設計啊,意義真的不是 不是很大喔 因為還不如用夜光 好,因為它也不能做 做發光的功能,那我們把燈打開 那燈打開之後你去照它,你就會發現 就沒有效果啦,所以 你基本上就算你有紫外線的 光照,整個照著它 那在亮燈的狀態下,其實你也 看不到效果 那LED燈至少你在開燈的時候是 還看得到的,好,那這是 我覺得很大的差異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全身的轉轉熱吧 好,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全身的轉轉熱 那我覺得這一支呢 至少比黑漆好的地方在哪裡 第一個它是合金板 那第二個呢,就是它身上的 紋理啊,至少看起來 是比較明顯,黑漆整支擺出來 真的就是黑漆漆的 那就幾乎是完全隱形 因為全身都是黑色 那電鍍光澤呢,我覺得 感覺差異不大,雖然合金板的 電鍍光澤是比 塑膠板來的好一點 但是由於它這也不是 電鍍光澤,那它也沒有金屬塗裝 它就是黑色,所以它相對的 電鍍光澤呢,我覺得跟黑漆是一樣的 那只是多了 那個 紫外線的塗裝 螢光劑的塗裝啊,看起來 比較有那個 立體效果,好,所以身上呢 就有點像是 那個創的 創的電影那部有沒有 的一個設計效果 好,那 至於合金部分,其實 大家如果說過,他透明就知道 雖然號稱合金鋼鐵人 其實身上,所有的盔甲幾乎都是塑膠的 只有幾塊部分是合金的 所以呢,其實 講它是合金呢,其實 有點誇大 我個人覺得就跟牽直鏈有拼了 好,那不過呢 它的手感確實還是比 塑膠來的好,也比較重 那可動呢,其實也有改進 那我們就把它當作是新版的2.0 然後硬要把它撐著合金板是有點 太超過的 好,那最後 謝謝大家做完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希望大家可以 持續 關注大人玩具開箱的新品介紹 那你可以看到在 亮燈的狀態下,照他其實 意義非常的不大 一定要關掉燈 好,才會看到它就是 只剩下線條在發亮 那同樣呢,就是有需要配合廠商 都可以與我聯絡 那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 NK式的 長逆版 暗黑版 就是大人玩具開箱